大家好我是柴姐 我是鼠妹 我们是柴叔姐妹 欢迎收看 翻翻鼠看书第49集 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一本 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新书 跟着柴叔 简加成 这是投资理财YouTuber柴叔兄弟 继跟着柴叔学FQ之后 睽違了快三年的最新著作 现在在网路和实体书店都可以买得到 电子书也依据会在12月22号发行 本期影片由柴叔兄弟赞助播出 特别感谢SSDNC提供拍摄服装 刚刚你很多人想说 是不是跑错棚了 没有错 因为这阵子我们头发流长 有观众留言说 他以为我们频道换了两个女主持人 还有人说头发流那么长 可以改名字叫做柴叔姐妹了 所以今天就想说 用AR特效滤镜来试试看 如果真的换成两个女生主持人 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可以 你还蛮正的 搞不好是另一个流量密码 没有一个知性感 不过说到这个头发 之前一直有人好奇 为什么忽然要留起长头发 现在答案揭晓了 因为我们出新书了 就是这本跟着财书减加成 为了要和上一本书 做出明显的区别 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 干脆把头发留长好了 换一个造型 等于是这梗铺了整整一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次新书的内容 会和上一本很不一样 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好奇 减加成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记得 快三年前出第一本书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 美股史无前例的在十天之内 出现了四次的垄断 还有前所未见的富油价 连准会闪电是连续降息六码 无上限QE等等 不寻常的金融事件 当时我们曾经说过 那是一个非常值得 开始学习投资自己的时候 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不管是天鹅 犀牛还是熊 终究还是会有离开的一天 而这同时也会是财富 重新分配的机会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提出了一个 待在家里投资自己的概念 因为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而这个在讲的 其实就是减加成里面最后的惩罚 时间很快 三年要过去 不巧就是在这个转角说 我们又再次遇到另外一只熊 地缘政治的乌尔之战 美国CPI破表 引发美国史上最猛烈的连续升息 全球股市长达数个月的漫长空投等等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点到疫情前几年 回顾这整段时间的变化 我们真的只能用极端两个字来形容 不管是极端的气候 极端的地缘冲突 极端的股市涨跌 通膨升降息等等 还有跟你我更直接相关的极端房价 物价和少子化 我们也别无选择 被迫面对这个越来越极端的世界 而且可以预见未来 它只会越来越极端 这个瞬息万变 已经变成一种不可逆的新常态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 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加上演算法的三风点火 马上就会变成各种夸大的消息和标题 所以暴涨暴跌的次数 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认为在这个资讯爆炸 各种消息持勤比弱 专注力短圈的时代 除了有正确的FQ财商之外 拥有深度思考 以及去无纯金筛选排序的人力 也将会是未来每个人 都需要具备的生存技能 而我们其实也早在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 减加成这样子的概念 在第一本书里面的 第一至一章节也有写到 任何时候只要透过 先减后加再成 这个简单的思考顺序 不论是在投资理财 自我提升 能济管理或是生涯规划等等 都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质疑 讲得更简单一点 简加成就是练习先分辨 哪些是短期干扰 哪些是长期重要 对那种短效刺激 一定要提高警觉 减少注意力货币的浪费 把头抬起来 练习想深一点 看远一点 让注意力聚焦在对未来 有长远帮助的事情上面 接着保持纪律 不断的持续累积 替未来先做好准备才能事半功倍 这个原则一路以来 对财署在投资理财 和YouTube创业经营上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在这一次的信书里面 我们也进一步运用了 这个简加成的概念 针对投资理财生活 等等各种不同的面向 深入整理关键的知识和想法 希望可以在这个 加速变迁的时代里面 给大家不一样的idea 我们上一本会比较偏 投资理财的工具介绍 和名词解释 像是一本学校从来没有发给我们的 彩礼课本 但是这一本跟着财数减加成 会比较偏重于 投资理财心理素质的养成 以及探讨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一般新手常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该如何面对和突破 这些心理上的困境 有比较多是我们平常在影片里面 没有机会分享到的内容 很多是我们自身的经验谈 或是这段时间以来的感想 例如说像是为什么 总是会遇到股票买了就跌卖了就涨的状况 那该怎么设定停损停一点才好呢 股票和现金的债比要怎么抓会比较安心等等 除了从数字逻辑来分析之外 同时也会从心理层面来做探讨 另外这次的新手里面 同样也把ETF和存股 一定要知道和注意的细节 融合在减加成的概念里面 例如像是彻底了解ETF的内扣费用 不可轻忽的股息三大税费耗算 和ETF十大优缺点等等 这些比较实物面的知识 总结来说 在第一本书跟着财数学FQ 我们带大家认识了投资理财的基本工具之后 在第二本书 我们则是邀请大家继续跟着财数减加成 希望透过先减后加再成的概念 让目标可以实际落地 务实的去累积心理素质 帮助读者在投资理财路上 可以走得更顺畅也更扎实 最后最后 今年一整年相信对很多投资者 或是各行各业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年 大家真的辛苦了 不过好消息是疫情逐渐的淡去 世界各国也陆续解封 史上最猛烈的连续升息 似乎也暂时告一段落了 今年也只剩下不到几天就要结束了 展望2023年相信会是一个更好的一年 财数在这边也要感谢今年以来 始终在YT另外一端 陪伴着我们的小乙伯们 借着这个机会 提早和大家说一声Merry Christmas 还有Happy New Year 另外也先和大家预告 这本新书的签书见面会时间 会是在1月8号的下午3点 定点就在台北的成品松烟店三楼 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找我们一起玩哦 这本跟着财数减加成 分成减加成三个章节 一共有25个单元 是一本很适合投资理财新手的 全新理财观念书 有兴趣可以到书店翻翻看哦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可以给我们一个喜欢 也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是财书姐妹 我们推广阅读 翻翻鼠看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派可老板这张卡片真的拍照的画质印起来质感好好哦 里面还会再付我们两个的 跟着派可老板印要付给大家的 所以只有手刷才有 但是这个拍照的过程其实也是 换了很多套衣服还有发型 对啊但是我发现我就是那种 就是摆着不出来啊 就是扑克脸的意思 对啊怎么摆都是那样你知道吗 笑得很尴尬 害摄影师很辛苦 我们还是先来开箱一下这本书好了 有买这本书的人翻看的时候应该会吓一跳 因为里面这次照片好多啊 哇怎么这么多照片 我到底是买写真机 还是买投资理财新手机 每一个章节前面都有照片耶 所以25个章节总共就有25张的写真照哦 假出书之名 然后想要自己出写真就对了啦 不是 你看这个摆拍的姿势真的是 那我觉得这本书已经出了 差不多可以该去剪头发了 我是去年差不多12月底 是最后一次剪头发 到现在 整整一年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男生你想要留长头发 从原本很短很短 留一年大概是这个程度 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一集来分享一下 留长这一年的一些感想心的 我觉得差别真的很大 尤其是吹头发 差别真的很大 因为一天到晚有人叫我们剪头发 鸭杏 按摩